这是我当他的秘书 他是非常严格的老板 譬如说我贴信封的邮票 连邮票的角度他都非常坚持 所以我觉得蛮累的 后来发现这个人 也有很多可爱的地方 所以就跟他交往 36岁的陈定男 写场事业风生水起 感情同样如沐春风 从中央大学英语系毕业 刚结束教书工作的张昭义 为了准备托服考试 到写场应征秘书职务 工作初期对陈定男 吹毛求疵的个性 张昭义的耐性 已经到了翻白眼的程度 陈定男跟我说一个秘书 说一遍他太太做得不好 他跟他发皮质 他太太干脆 他故事也很重要 马上必辞诚 我跟他说 你因为你没错 如果家师说 你因为你没错 让我没死 你没理由 把我死头老了 家师你因为你没错 你经过没必要齐劲 张昭义心想 只是打工过渡时期 人一忍就过了 但陈定男的干练和真性情 他越看越清新 日久深情 他说我是不是上了嘴馋 我说不是 你是一个好的舵手 对 那本来天天大眼瞪小眼 后来越看越顺眼 不过出生军人家庭的张昭义 是外审第二代 父亲是湖北人 这样的背景 小两口一度担心 恋情就此告摧 我爸爸是国民党的老党员 所以我带定男回去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在家回去 绝对不要谈政治 否则我们就没戏唱了 我爸爸妈妈觉得他非常正派 他也很欣赏他 有了双亲的认同 良人在1978年成婚 总经理爱上女秘书 女秘书成了董娘 浪漫的爱情故事 谱出一段寝陈佳话 缘分改变张昭义的一生 但他从没想过 自己会从单纯的家庭主妇 摇身成为政治人物的看趣 他说那是傻傻的 傻傻的就是夫唱妇水 那时候我真的是 很单纯那种想法 宜兰县长时期的 陈定男身或选民爱戴 英挺帅气的竞选海报 是很多粉丝的私家收藏 有女工的朋友 把她的海报贴在床头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陈太太你要小心呢 我说怎么啦 他说很多女生 对 对他很有好感 你要小心 陈定男霸气回应妻子 伊兰县40万县名 都是你的县名 张昭义不爱政治 却陪着丈夫一次又一次投入选战 在别人眼中 陈青天冷酷无情 但在他和志友眼里 是个体贴温柔 知性又感恩的好男人 那中秋节就要到罗东 那个李阿佑那个店 买他的中秋饼 而且交代人就是一定要去排队 而且买来 买回来 送到县政府每个员工的手上 还是要要烧烧的 要肉的 这就是他的贴心 台上铁面无私 台下古道热肠 高中恩师杜显阳的退休金 遭诈骗 陈定男发动昔日好友 募款40万 自己另外再捐11万 他对别人很大方 对自己却非常苛刻 有一遍就是来到的 告诉我说 你有那个贴布 大型或是大爪型的 大爪型的 比较厚的 我说你要做什么 我家里拍一张 刚才落后 现在就没要失临了 以后每一个礼拜回来 一定要贴一次 因为一个礼拜是磨损的 破洞的鞋底 原本只是两人的小秘密 却因东港高架桥施作 引发附近商家 强烈反弹 见到陈县长前来探勘工程 近爆发冲突 陈定男被粗暴抬起 鞋底的秘密才曝了光 他本身非常节俭 他就两套西装 一件是深瘦的 一件是浅瘦的 那然后他就会调换 有时候就是上这个西装 上什么西装就是这个深瘦的 裤子就是全瘦的 或者就调过来 或者是同一个元素 陈定男守旧念情 父亲送的手表 见面都以刮花模糊 他从不愿摘下 用了十几年的公事包 成就不堪 他同样万般珍惜 这个公事包所代表的 是一种的权心 是一种的旗台 也是一种的王子 从他开始从政 一路走过来 这种画面就一时都涌上心头 可以说赶出万千 那我中风的当时 那个 听说定男抱着小宝在哭 他公事很忙 但是每天晚上下班之后 都会到医院看我 从没收过丈夫送的一朵玫瑰 张昭毅笑称 陈定男呆板如木头 却是个可靠的好老公 好爸爸 我都会很想要亲近他 对 从小到大他都没有时间陪我 你知道他永远都跑在那边 然后我永远都追不到 公司分明的陈定男 把时间都奉献给了公务 对七小来说 能和他短暂相处 是奢侈 是渴望 为了教育孩子一向勤俭过人的 陈定男愿意每个月花两万元的 家教费 他会要求我们 除了要求之外 他会跟我们一起做 就比如说要朗诵一些诗词啊 一些演那个就是西洋的那个有名的演讲稿啊 他会跟我一起背 但是你知道那个精神跟那个 对于那个演讲稿架构是对我有蛮深影响的 学者性格的陈定男热衷收集世界名言 内化约束自己 更练就一首好字 字如其人 刚毅风骨有气节 爱书诚实的陈定男 年轻时曾斗胆上千绳给老板 不是因为加薪或调职 而是想借钱买书 这个收集书籍的癖好寂静疯狂 即使已在病榻上 人透过亲友帮忙寻觅莎士比亚全集的木科版 无奈移成遗愿 一家四口手把手相串联 陈定男对七想说 这样我们永远都会是一家人 不管如何都不会被打散